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等 相关清单涉及人工智能 先进半导体 量子电脑等等高科技领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 文件并非针对个别国家 不过大理在欧盟会议上 拆穿整个战略的真正目的和立场都有问题 欧盟一些反华政客 并没有认真对待世界上存在的危险 却只是不断攻击中国 不单止没有令欧洲人民获益 亦令世界分崩离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